甩开疫情的阴霾 全球四大时尚周陆续重返热闹登场 像是刚刚落幕的米兰时尚周 除了有KUSHI的双胞胎为主题经验全场 还特别有一个系列展开 是要力挺乌克兰 而巴黎时装周也正如火如荼举行当中 不只有法国的年轻品牌 找上了科技龙头Google来联名合作 还有另外一个奢侈品牌 邀请了传奇天欧雪儿压轴现身 Dior跟圣罗兰的女装大秀 现场也是星光云集 宣传宫廷位十足的马甲和衬裙 胶踩着叛逆哥德凤的后底跟鞋 穿梭在精心打造的巴洛克石窟里 Dior的2023春夏大秀 在巴黎时尚周登场 旋转台下同样抢劲 由品牌大使纳塔利波曼 南韩BLOBING成员金智秀 以及人气偶像车银优等国际明星 超模和网红共襄盛举 Dior本季女装的创作灵感 来自加入法国的王后麦蒂奇 以现代的角度重新诠释文艺复兴的服饰元素 圣罗兰则再次在巴黎铁塔下举办大型户外秀 圣罗兰则再次在巴黎铁塔下举办大型户外秀 修长了连身剪裁 加上分量感十足的饰品 延续神秘又奢华的气息 风格大胆前卫的Ballman 本季则充满浓浓古典宫廷风 没想到更让全场惊喜的在后头 76岁的不老听后雪儿 身穿科技感十足的最新女装 和创意总监牵着手压轴出场羡慕 一边还轻松跟着自己的歌对嘴唱 来自日本的Unreal Age 时隔两年半再次踏上实体的巴黎伸展台 被誉为当代时尚最具革命精神的 日本设计师孙永邦彦 也亲自现身羡慕 另外善于布料拼接 融合当代艺术和街头风的 法国品牌Cochet 创立至今短短8年 不断做新的尝试 合作对象从之前的足球队 Nike等运动品牌 到现在找上科技龙头谷歌 和他们旗下的先进科技部门 ATAP联名合作 过去几个月 这年轻的巴黎品牌 把自家刺绣工艺 和谷歌的普及计算技术相结合 进行一场SOLID雷达的实验 这种微型雷达 能够理解人类的一举一动 疫情阴霾散去 热闹场景不只在巴黎重现 还有刚刚落幕的米兰时尚周 由Fendi揭开序幕 本季的用色普普风十足 服饰以大地色系和高彩度混搭 一手抓两个手拿包 也成了特色之一 总是自由发挥 大胆做自己的Gucci 这次以双胞胎为主题 惊艳全场 共68对双胞胎走在宣展台上 最后牵着手羡慕 Gucci的创意总监 想借此向这动荡不安的世界 传递团结精神 另外除了Prada Giorgio Armani 等多个大秀登场外 今年的米兰时尚周 还同场嘉义能特别系列 立体乌克兰 这位乌克兰设计师 把传统的刺绣技术 打造出这十套独一无二的服饰 尽管是在米兰设计 却通通是在乌克兰缝制 使用大量的棉花 麻布丝绸等原料 再搭配蓝白黑等经典颜色 如今身为全球四大时尚周 最后一站的巴黎 10月4号闭幕之前 还有多场精彩大秀等着上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